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廚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我是林少宇 好2020年9月21號 今天是921 今天是921呢 20 你不講我都忘記了 對啊1990年嘛 我們今年是2021年 今年是9 今天是92121周年 那天呢 921號1點47分的時候 大地震 那時候你在幹嘛 那天是我人生改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天 OK 對 那時候在這個 在電子報 我現在在中時電子報 好 今天9月21號 2020年9月21號 飛碟午餐地球人 你好嗎 我們還是從這個 538 美國的這個538網站開始看起 拜登跟川普的民調支持度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啊 對 他在當選機率方面呢 拜登本週當選機率上漲兩個百分點 到77% 川普下滑三個百分點到22% 那在選舉人票方面呢 拜登的選舉人票票數也預計是增加的331票 川普是落後的少了兩票207票 在普選票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根本的這個有意義的差別啊 大概拜登只多比上週多了一個百分點 川普呢比上週跟上週維持持平 所以在全國系民票方面兩個人不相上下 可是在各州的各州的當選當選的選舉人票 跟當選機率方面的 當選機率方面呢 拜登是稍微又領先了一點點 嗯但是呢 他在幾個關鍵的州裡面呢 他並沒有拉開啊 他的領先的幅度 比如說在佛羅里達 嗯他只領先了1.8 那基本上其實兩個就是打平了啊 是是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沒有錯各州都各州的差距 其實拜登有領先 可是只多領先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已 嗯對 他只有在像這個什麼啊 嗯 New Mexico 他這個就領先了 New Mexico 他是對 就大部分 向來就是領先比較多的 嗯 那在Michigan也一直維持差不多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領先幅度 嗯 Michigan也是一個關鍵州 所以這個這個趨勢是好的 嗯 可是在德州佛羅里達州就變成一個拉鋸戰 嗯 就就隨時隨時隨時有可能被翻盤過來 就很難講了 是這個川普的這個招數呢 真的是打得很打得很莫名其妙 打得很髒喔 他在這個呃 昨天的時候 是喔 在昨天造勢場合的時候呢 他說他不排除呢 要把這個選舉呢 暫停喔 因為呢 他講得很難聽 他說 呃川普 川普說這個拜登呢 不適合當種種 在他往他自己的身上呢 注射那個藥 注射那個 就是在運動員的那種這個提高表現的那種 表現的那個藥物 而且他講得很粗耶 對啊 他說打到他的S 打到屁股上面 屁股上扎一針 扎一針 對啊 所以 所以他就說呢 他可能呢 他可能會去這個 叫停 這個選舉呢 因為拜登呢 不能夠當這個美國總統 他是覺得他自己要輸了嗎 或是說他自己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權力去叫停 去叫停選舉啊 對啊 這個是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封建帝王一樣 他什麼都敢講就對了啦 對啊 他什麼都敢講 好 呃對美國來講呢 上個禮拜啊 才剛剛過去的那一週呢 呃美國那位呃女法官啊 過世這個對於美國來說呢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是他是在上星期五這個過世的 大概年紀有87歲 他事實上 他好像是 Ruthbert Ruthbert Gin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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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bert Ginsper RBG 對他事實上 RBG 對RBG那個待會兒要講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 他已經在80歲過了之後變成 突然變成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化的這個偶像 然後呢 就這個 當初是一位法律系的學生 在他的網站上 用一個這個rap 這個這個 嘻哈歌手的叫做 BIG 呃這個 Notorious BIG 他就用這個 Notorious BIG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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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把它改換成RBG 變成 Notorious RBG 然後讓這個RBG 就是這個Ruthbert Ginsper 這位大法官呢 一夜之間變成全美國 這個 他那個歌詞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他就用他的名字來做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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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轉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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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他讓這位老女法官呢 在80多歲的時候 變成全美國這個 不是保守派 好像是一個 icon一樣 對是一個 icon一樣 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之後呢 就有RBG的電影出現 那電影中文名字翻得很俗 法律女王 法律女王 可是電影其實蠻好看的 對不起我打斷一下 我覺得這個RBG這個這位女大法官呢 他的打扮呢 很特別 對 他每次呢 就是他的頭髮就梳得包頭嘛 是 梳得光光的啊 然後戴一副眼鏡 然後呢 他常常呢 可能我們看到都是一些比較正式的 所以他就戴了一串這個珍珠鏈子啊 他是猶太人對不對 他是猶太人 非常的猶太人 你就你就覺得說很像那種五六零年代的那個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的那種老太太的那種打扮 然後他常常這個他的法官的袍就是法袍 外面會他照會串一串非常 很大 不見得有時候不見得是珠子 有時候是一個裝飾像太陽一樣的那個 所以 有嗎 有像太陽一樣的那個嗎 有然後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 他不見得都是珠子嗎 我看到都是珠子 OK好好好 就像那個埃及艷后一樣 那種金的是不是 OKOK 那有些人就說 這個他非常知道自己身為女性 他能夠發揮的影響力 他受到的注意力 所以他必須要 他就每次出現的時候 他就用這樣子一個裝飾 來代表 凸顯 對 他自己的更去凸顯他的存在就對了 對 不過他過世是因為癌症的關係 他已經過去幾年已經經過了四次癌症 前幾次都都穿回穿過來了 然後他 基本上他是一個這個 非常 大家敬重他 除了他的法律見解之外 他對工作的這個投入 也非常的讓人家這個心服 他甚至在他丈夫出病的那一天 都還到最高法院去聽取口頭辯論 他為什麼在美國社會的地位這麼高啊 因為他他是這個第一個 他是前旗幟鮮明的這個自由派的法官 第二個是他當初在爭取女性 在這個各方面的福利權益上面 他是開創美國當年這個開創先河之功的人 這點其實在這個那個電影法律女王裡面 就特別出凸顯這一點 非常非常感人 然後 有沒有一些很 就是有一些很知名的判決 有知名的判決 有我我找到一個知名判決 可是我沒有時間仔細看 因為實在太長 比如說在維吉尼亞軍校 美國的內 就是孫力人那個母校 所以維吉尼亞軍 維吉尼亞軍校過去向來 跟其他軍校一樣只遭遭男生 然後呢 後來有一些女性的這些學生 就是他去告軍校說 為什麼軍校不遭守女生 結果這個判決出來的時候是 盧斯伯德金斯伯主稿 他是認為他就下令 維吉尼亞軍校應該要遭孫女 不得歧視女生 在那麼早 對 所以這個是很很重大 那他其實說起來真的是天不由人 他死前呢 曾經告訴他的這個孫女 他最大的這個遺願呢 就是希望呢 能由這個 下一任總統去任命他的遺缺 是 就沒想到現在 對 不過這個 沒辦法 對空口這個 這實在是很感傷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 一個有這麼象徵地位的一個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然後過世了 希望有這樣的遺願 可是完全沒有被受到重視 那當然不可能啊 是啊是啊是啊 沒錯沒錯 而且這個川普呢 已經講了啊 他會在這周呢 而且他已經有人選了 就會公佈那個一個女性的大法官的 就會公佈女性大法官的人選 然後那個參院 然後參院呢 可能就會召開這個緊急的會議呢 來去通過這項任命案 是他一定會召開這個聽證會 不過這聽證會因為要有一段時間 不是一天就結束的 所以到時候這個這個召開以後 舉行投票的那個日期 或是在選舉前還是選舉後 就變成一個政治上的一個 有不會有不同的考慮了 對然後這第一 怎麼說 如果在選舉前的話 那麼代表川普這選舉結果 還沒有出來嗎 然後他如果他如果 然後如果他這個時候 這個召開聽證 並且投票的話 那麼民主黨會怎麼樣反應 這就變成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民主黨內部 比如說柯林頓前總統柯林頓 他已經有放話出來說他希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他希望民主黨 就完全的退席 就是說不要根本就不必去參與這個選舉 因為這個這個變成美國的 用參與投票 投票 因為這變成一個美國憲政的一個非常 惡劣的潛力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在這麼接近 投票的時候還去舉行 最高法院法官的聽證跟投票的 跟投票的結果 那如果在選舉之後 那麼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川普當選他就 甚至他在當選第二天就舉行投票 也不會有人 也不會有什麼意見 可是如果川普沒有當選 那同樣問題又出現 一個跛腳總統 已經註定是跛腳總統 你怎麼有權利去做 去做雖然法律 法律上你是有權利的 可是你怎麼可以破壞這個慣例 跟慣例跟這個常態 去做這個去 去任命一個最高法院法官 那這樣很麻煩 這樣他的人選已經提出來了 而且參議院還經過了聽證的程序 對就會變得比較 就會更複雜 對共和黨唯一的希望 這希望事實上這個希望不大 可是他唯一的希望就是 共和黨內部有人倒戈 讓他這個聽證 在投票的時候不過 就是說你雖然去推薦的人 可是你最不過 那麼共和黨要不過 需要四個共和黨議員倒戈 目前看起來有三個是確定 確定會不讓 確定會不支持這個提前 在這麼早 在這麼接近選舉的時間去 去這個支持 那這就是在投票前 投票才會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沒錯 那這三個人呢 一個是羅姆尼可能是一個 可能羅姆尼在對這件事情還沒有 還沒有表態 另外一個是阿拉斯加參議員 木考司機 他已經表態說 如果在參 就是那個木考司機嗎 就是那個木考司機 他當那麼久喔 對對對 那原來他爸爸也當過參議員 哦所以以前我們熟的是他爸嗎 那他爸爸 對對對 我想說哇他當好久 他還在當 沒有沒有對 然後他說他已經表態說 如果在 他對台灣蠻友好的 對他對他爸爸也對台灣蠻友好的 他已經表態說在 如果在投票之前就要去投票 決定的話他會他不會不支持 然後呢另外一個是這個 緬英州的參議員 Susan Collins 她也是共和黨 可是他是溫和派 中間派共和黨 而且他第二個是他現在要 然後他選情非常拉矩 然後他選情非常拉矩 原因就是他在上一個 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時候 就是那個鬧出這個 性騷擾案件那個時候 他支持那個那個那個 性騷擾的 性騷擾那個法 疑似性騷擾那個法官 然後在家鄉被受到非常大壓力 說你怎麼可以去支持這樣一個人 等等等等 他那個壓力到現在還沒有解除 然後現在又冒出來這樣一個法官 讓他變更起虎難下 那所以說這個克林頓的那個主張 其實無論如何 他就是一個民主黨的表態罷了 對他 其實對於實質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因為參議院 共和黨是佔這個多數的 但這一次呢 美國的總統大選呢 伴隨著三分之一的參議院的席次要改選 然後很討厭的就是川普這個人 就是因為呢 在上一次歐巴馬的任期 到了選舉年的時候 2006年 2016年的時候 2016年的時候 2月的時候大法官就出缺了 是然後3月的時候歐巴馬提名一個 還是那個時候他還是看情勢 可是因為共和黨主持參議院 他提名一個保守派的法官 就共和黨還是 共和黨還是不願意說 在選舉年不適合這個提名最高法官人選 好你這個這個理由如果統一成立的話 那你現在不僅是選舉人 而且離選舉更近只有46天的時間 你還硬提一個法官的人選 那更說不過去 不會啊 參院就那個麥康呢 就說不一樣不一樣 我們現在是這個總統跟這個參院呢 是同一個黨都是共和黨的 所以我們情勢不一樣 就怎麼講都可以啦 對對這是雙標黨 是然後呃 但現在就很麻煩 因為呢按照這個名單上面來看的話 他目前提出來的兩位啊 女性的呃保守派的法官的人選呢 都非常的保守 有一有一位呢 在有關於墮胎的這個議題上面呢 他的主張呢 是非常的強烈的 所以有人擔心就如果他成為了 呃地補這個RBG的大法官的話 可能會把過去啊 呃大法官會議 美國的啦最高法院所做成的 有關於墮胎的這個決議呢 甚至於把他給推翻 是那位法官叫Amy Barrett 她是現在美國在芝加哥巡迴法院的法官 那她的資歷比另外一位可能的女性人 叫Barbara Lagoya來得更豐富 因為他的恩師就是他當年這個在法 在在這個最高法院實習的時候 他就是Scalia 就是前一任在2016年這個過世內法官 他的主張就是不必去理會 如果如果憲政的潛力是違背憲法初衷的話 那就不必去理會憲政的潛力 意思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美國墮胎的非常有名的法案 就因此可以有拿出來再被討論的空間 是這就是就變成爭議很大 到目前呢在美國的這個最高法院呢 保守派是佔優勢啊但是就多一席 可是我們看到呢在最近的一次 有關於同性戀的工作權上面的時候 最高法院的這些大法官呢 依然還是秉著他們的法律的專業啊 做出了就是保障這個同性戀者工作權益的 這樣子的一個判決了啊裁決 但是未來的狀況會是如何呢 就充滿了很多的變數了啊 好我們進一段廣告廣告之後呢 回到非碟午餐現場繼續和林少宇呢 跟大家談重要的國際新聞進網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 我是林少宇 好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經濟學人呢 他在最新的這一期呢 談到這個TikTok啊這個世界呢 現在是已經塵埃落定了啊 這個川普呢應該很快的 就會批准這個TikTok 跟甲骨文之間的交易 那經濟學人說呢 這件事情呢 北京成了最大的贏家 對經濟學人對這件事情在北京的表現上面 給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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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這個 這個讚譽 他說最明顯的贏家是中國政府 他說中國官員下了一盤完美的政治棋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基本上這個評價也不也不差 因為中國這一開始這個在最後面的佈局完全就在賭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川普不敢真的去這個這個強制要求這個字節跳動 要把其他全部都賣給美國的公司 不過這個 為什麼 因為因為那個年輕的選民 第一個第一個他在佛衛達州跟德州的年輕選民 在這兩個監困州會惹毛很多年輕的選民 第二個是很多這個字節跳動的一些資本 那些這個後面的創投或其他投資人 其實都不願意看到川普這種做法 因為萬一微卵真的進來的話 或是微卵進來的話 那些創投其實對會比較擔心微卵進來以後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控制那個這個新的這個公司的 未來的走向 反而由川普的好朋友 這個甲骨文公司的朋友進來以後 然後他們拿到比較少的股份 才20%的股份 不然他讓這些創投公司會比較安心 所以這個背後的商業考慮 人情考慮跟選票考慮 讓川普讓這個中國大陸覺得說 你川普不敢做這件事情 他這個他所謂的他的全球的話 就是就是這個 不只是美加紐澳對不對 對就是全部 是全部對不對 對全部全部 當然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然後呢 這全部裡面呢 由由這個甲骨文跟這個 這個叫做Walmart 兩個合起來拿到20%的股份 剩下股份呢 還有這個這個Tita 美國原來的背後的創投公司 比如說紅山資本啦 比如說Jano Atlanta 他們原來股份還繼續存在 甚至會膨脹一些 可是Tita這個字節跳動 仍然是最大的股份 股份持有人 意思就是說這家公司實質還是 還是在掌握在這個字節跳動手裡面 那麼當然這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除外規定 讓讓美國的這些股份 能够多一点控制能力 比如说在某些安全的事情上面 他们都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这个独立委员会 可以有这个完全的否决钱 等等等等 可是基本上 这家公司还是属于字节跳动的 仍然是属于北京的公司 就川普其实雷声大于点小 是对啊 他就是雷声大于点小 对啊 就雷声大于点小 而且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他相当程度上 他是摆了微软一道 就是他也许他刚 看起来他似乎有一个可能是 他当初根本就不想给微软 他就想给这个这个 就是甲骨文公司 不过先把微软拿出来当做幌子 然后那个中国呢 显然中国在这个两边的过招之中呢 他的略胜一筹就在于 他突然就是出台了那个禁令 就是牵涉到这个关键技术的 你不准卖 是 而且 那个是一个非常让 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这个 这件事情这个到最后 这个转变风向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中国这蛮聪明的 不知道谁帮他想的 搞不好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这个 会不会是TikTok帮他想的 我觉得 任何对 能够在这件事情获利 获利那一方 基本上都有可能 不无可能啊 对不对 就是说 我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我的那个 那个 演算法 演算法 对不对 那你就来出台一个规定说 你不准卖 是 然后呢 他第一个先出台一个规定说 你牵涉到这种关键技术 像演算法也算在里面 你不准 你你卖之前 就是你可以卖了 但是你要我同意了 这准备就设置了一个障碍 是 第二个呢 就摆出那种姿态 就是 不断的有那个消息 就说 其实代表就不卖了 就不卖了 对我就是退回 我就在我这个中国的市场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使得 这个TikTok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之中 从原先的看似弱势啊 结果平白的增添了很多的筹码 是 他原来本来预计 如果是照原来川普计划 他等于是被迫一定要见卖 对 他现在连见卖都不必 反而是更 还拥有了原来的公司 公司没有失去 他没有失去 而且他 因为川普不是要他们成立 拿出50亿美金 成立一个教育基金 我觉得那个 那个TikTok的回应很好笑 他说我们看新闻才知道 但无论如何 他们会拿出来 对 基本上会拿 不过这个川普 这个也是一个建招 50亿美金 等于是他原来要收购 这个美加纽澳的 这个250亿的五分之一 这是一个超高的保护费 保护费 如果用这个观念来看的话 你要你要 他已经 他已经 川普已经觉得他自己很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善良了 跟你讲的是说 要投资教育 而不是直接那时候 在微软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抽成 他其实那就抽成嘛 是啊是啊 真的是一个流 真的是一个流氓政府 对啊 没错 现在这个TikTok 能够这样子谈成 所以说 现在外界有一个揣测 就是说搞不好 接下来 华为也可以用类似的这种方式 就是让什么美国企业入主 什么入主之类的 就采取方案 不过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不知道 恐怕不是太容易 华为 这个任正非呢 这个他的坚持挺多的 而且他牵涉到的层面挺复杂的 没错没错 因为华为的就是中共这个最 现在这个发展的战略科技 对 对那个那个意义跟一个这个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社交媒体 社交软体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今天华为能够 被美国公司收购的话 那么中共一定要拿到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科技进来 他这个不能讲收购啦 就是说 对就是说不管是合作啊 或什么样 对你一定要拿到相对应的科技进来 对 那美国在这种时候 很难去提供高科技的晶片设计啊 然后去给去给北京 这个是有点难度 更也许难度更高的 是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另外的讲一下啊 就是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来讲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教廷呢 和北京之间呢 呃完成了任命主教协定的续约 他们两年嘛 然后呢就再续了 是是 就再签约 然后除了他们在继续的呃签订 有关于主教方面的这个呃约之外啊 现在最近也有消息传出来说 嗯 双方正在积极的安排呃或许呢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会和教廷的国务卿会面 呃这个这个事情传出来呢是在上个他不是在9月10号还20号9月10号的时候有这个这个记者去跟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求证的时候得到证实的 那么这个经济学员呢在上个礼拜发了一篇网络文章证实的这件事情 不过他提出了两件事情来这个提醒这个教廷 第一个是说呃这个这个中共仍然在继续打腰打压宗教不仅仅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或是这个这个呃中国境内的这些爱国就这个地下教会 甚至在这个穆斯林啊等等 这个等等或是这个藏传福教方面依然受到一些严重的打压 甚至在今年4月的时候就在两边在磋商这个恩命主教权的这些这个协议的续约的时候呢 云南云南有一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祷告的场所被中共这个这个拆毁 然后这个这件事情呢这个显然没有得到教廷的很大重视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前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也发表了在这个一个天主教的杂这个刊物上面发表的一个一个 呃一篇文章指出呃教廷在这个跟中共续约这件事情上面是完全的这个绝对的这个 不可理解不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啊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教教宗在7月的时候呢发表了一个演讲 在7月的时候刚好是这个香港的情势最紧张的时候 教宗是7月的时候发表的演讲 他在这个他在这个这书面的演讲里面 书面的演讲稿里面有对香港那些这个学这个学运啊或是民主运动表示的同情 可是他在这个口头的演讲演讲完全把这一段给删掉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让彭让彭定康觉得不满意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这个台湾的天主教徒呃天主这个台湾天主教徒在人数上呢 大概只有24万到48万跟跟中共的天主教徒有1000到200万1000万到200万不能相比 可是呢这他他一直说1000万到200万1000万到2000万对对对 然后可是呢他说呢这个精选用这一件这个字他说 可是中共的教宗这个决定就是去跟中国大陆续约这件事情呢 是对台湾的这些忠诚的忠实的天主教徒是一个betrayal是一个背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天主教来说是不是个背叛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他他教廷或教宗大可以说我并没有放弃台湾的教徒 对对对对对并没有放弃台湾教徒可是对于这个这个对于这个宗教的理想来说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跟这个教廷是一个在宗教上在哲学上是一个在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你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应该用这种做法那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 对于教廷来讲的话他如何的去保护啊 他在中国大陆这么广大的这个天主教徒是他很重要的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而且特别是方济各当了这个教宗以来 他一直希望能够跟这个大陆方面呢改善这个关系啊 他的出发点还有他的用意还有他的这个谈话 他每一次比如说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跟这个记者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都说如果可以的话他现在就就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啊 他的他的意向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 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要跟这个教廷的建交 不是这么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呢 进展的双方彼此之间进展的呢算颇为顺利 除了就是说之前的时候除了我刚才提到说有可能要去安排这个教廷的这国务卿跟李克强会面之外啊 他们也在也在想就是仿照教廷过去跟越南的例子 就先在双方在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之前的时候 先在北京设这个办事处 那现在不知道那因为现在的时间点非常的敏感啊 当这个中国呃在外交上面受到各国的极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 如果教廷这边跟这个呃大陆有一个很大关系改善的话 对于中道来讲帮助会非常的大 因为教廷的全球影响力 他虽然他是一个虽然是个小国 可是他全球影响力是无法可就没有其他国家国可以比较 对所以对台湾来说也是同样道理 所以教廷才是非常重要 所以影响就很大啊 那蓬佩奥呢在他的推文说教廷两年前跟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 希望有助中国的天主教会啊 然而中共危害教徒的行业变本加厉 梵蒂刚呢如果想延长这项协议恐将危及自身的道德权威 我想这个就随便他蓬佩奥讲吧 反正教廷要做什么事情呢也不是美国可以管得到的啊 好不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 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继续和林少宇谈重要的国际新闻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青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最后呢来谈一下这个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 而是他这些封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啊 这个他关心的是关心的问题是全球能源的这个新秩序是不是来临了 那他主要的出发点呢是讲是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的石油需求基本上是大为减少的 石油的需求已经掉了五分之一 需求掉了五分之一 然后他说油价也已经崩溃了 我是因为最近我过去几年从来没有开车 所以我也不知道油价多少 我想大概是大概是这个这个油价已经降到很低了 然后他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整个全球的石原能源秩序呢 要回到旧的那种秩序已经不太可能了 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在1928年就在道琼工业指数上上市的美孚石油公司前一阵子已经被迫从这个道琼工业指数下市了 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冲击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是比如他说产油国比如说沙奥地阿拉伯他的这个 沙奥地阿拉伯每桶油价要卖到70到80美元才能够维持他的这个预算平衡 可是现在油价差不多每桶40美元左右 就是说你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的油价预算平衡呢 大概砍了将近一半的这个一半的这个这个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方面呢清洁能源的需求呢后市强劲 那么这个清洁玄说清洁能源股呢今年涨了40% 那么由于这个银行的利率呢 这个在现在这个非常处于非常低潮的阶段 接近百分接近零的阶段 所以呢各国的政治人物会更加支持绿色绿色这个能源的基础建设 比如说Joe Biden的拜登的就在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政界里面 就说他未来要将花两兆美元的这个预算呢 把美国的经济除碳化 就是到最后的是零碳排放 那么欧盟也已经决定在8800亿的这个精细振兴预算里面 拿出30%用于气候控制相关的这个这个建设 那么未来他的欧盟的这个目标是未来十年呢 温室气体排放要减少55% 要回到1990年的水准 这些都是非常野心 野心跟气候心非常大的这个 非常大的计划 而金玄接着就说呢 石油租金在在全世界的人员比的是百分 全世界所有的能源里面在占的85%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这个能源系统啊 全世界这个每年导致400万人死亡 而且这些人大部分就在新兴国家超级大说事的这个次云 这个成员里面有这么多人 就是说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85% 是不是就是说它是百分之人全世界人各种能源里面有85%是石油或石化产品 这个去去提供的 剩下才是那些核能啦等等 OK 所以他就说因因此燃烧这个石油就导致了 每年导致400万人死亡 是是是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石油还制造政治动乱 他说几几百年来呢 比如说这个产油国委内瑞拉拉 萨迪阿博拉 因为产油国因为他有石油 因此他没有没有去发展经济的原因 他只要靠靠这个石油就可以制服就可以存活 因此呢 他的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呢 就变成这个以政治仇佣跟裙带关系政治为主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为了这个不是产油国或是这个战略上 不先不这个去这个开展自己国家石油国家 为了保证石油供应这个充足 他们这些国家就相继会去影响产油国 中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美国各各州都去竞相拉拢中东的国家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要这个让绿色能源兴起 然后把这个石化能源这个退场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新的这个能源系统兴起的时候呢 会有一段过渡期 那么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呢 如果说在这个全球的过渡期 在各国的管理不到位的话 仍然会带来威胁 他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 中国是一个这个独裁国家 可是中国现在因为大力推展绿色能源 或是电动的这个能源 比如说中国呢 这个在过去六个月中 已经宣布投资电动车的基础建设 以及电动车传动系统 在巴基斯坦测试核电厂 并且跑率囤积这个孤 就是那个孤60那个孤 然后呢 在这方面在这些这些从中国的中国大陆总统行动跟举措呢 甚至有可能未来这个产油国这个这个概念消失了之后 未来会有电力国的产生 就是提供电力设备大国 中国可能就是一个这个电力国这个这个大国 那可是中国在这个在他政治属于独裁的时候 他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形式的产油国 因为他独裁他会占据所有的大部分的资源 资源 对他就用资源来去控制其他国家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另外一方面呢 现有的产油国 比如说烧 现有的产油国 比如说全世界产油国 大概占百分 他的GDP大概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 他公民人数大概有九亿 那么在这过渡期也很造成巨大的风险 那么这个石油需求下跌之后呢 这些产油国会议的竞争市场展开恶斗 那么就算他们到时候理解 我过去在经济跟政治改革 这两方面做不够 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改革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的急迫性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 去负担改革的经费 比如说沙特加坡今年第二季的政府预算 就短缺了49% 这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未来数十年沙特加坡可能会这个 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可是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人就认为说 那我们就加长过渡期 就减低这个过渡期带来冲击 他说经济学生说 这的确是个诱惑 但是这也会造成气候变化 气候变迁的恶化越来越快速 越来越严重 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要加缩短过渡期 加快去除石化能源的这个方向 可能会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更为激烈 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发展新能源非常重要 可是过程会是一片混乱的过程 这个他也没也就是 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 他就是他的面对到的局面 就是这么的两难就对了 好另外呢 就是大家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呢 美国就是宣布违信 是TikTok就禁止下载了 结果呢 美国的 旧金山的这个群护法院 宣布说这个禁制令呢 是违宪的 因为他违反了言证自由 因此暂时这个 微信这个还是可以下载 依照原来是一切如常 但至于这个事情到美国 到美国行政部门一定会去再上诉 那么再上诉以后呢 如果再上诉就变成到最高法院 这就牵涉到 我们刚才说的 Ruth Bader Ginsburg 他这个过世之后呢 美国在最高法院在这个 保守派跟自由派的这个人数比呢 已经变成从5比4 变到5比3了 就算不补的话也是5比3 就算补的话就可能会变成6比3 那么在这种倾向之下呢 自由派需要两张 两张以上 两张以上的票去支持他 才能够把这个自由派的理想贯彻 因此在这 这是另外一个对于美国选举 或是美国赠品造成非常大影响的地方 嗯 对 但是他这个 他也可以在这个 法官大法官人数 没有满的情况之下 可以可以可以 做裁决啊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说其实呃 总其实不知道啦 不知道他接下来 因为他这个一定要他要满长一段时间的啦 就是有关于违信的这个事情 然后对就是法官人排决 然后上诉上诉之后呢 看最终的 是 裁定是什么 那个法律的攻凡战 攻防战 还要打得非常 还要打得非常的久 是 可是以前有 现在有一些既有的选举官司 是在好几个月前 或是半年多之前 就已经这个到最高法院 这些案子有可能会在选举之 选举之前 就进到最高法院去辩论 我们当然知道 那但最高法院 愿不愿意受理这个案子 还不知道 如果他愿意受理的话 就有可能在选举投票日之前去受理 那这样都会对选举造成影响 这个 Ginsper的过势 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 真的会有影响吗 民众会很在意吗 现在看起来 很多 很多人在 现在已经有很多 只有上千名民众在 最高法院这个外头 去这个 去支持Ginsper的理想 不要被 不要被保守派给 给这个消除掉 那么当然极限不足以沉气候 可是呢 这个我觉得这种 这股气势 是有可能去存在 比如说 民主党已经喊出来 说如果说 今天共和党硬要 这个在这个选举之前 或是在川普 这个没有选上 而就 退职之前 去任命一个新的 最高法院法官的话 那么未来 民主党会想办法 去稀释大法官的 这个职权 意思就是说 现在九位大法官 他要修法 变成十一位大法官 让民主党 让自由党有机会 能够提足 6比5 或是这个 这个 这个你怎么知道 就说民主党他怎么知道 这个 他当然是打算 他当然打的主意 如果说这个川普继续连任的话 那当然没戏上 可是如果川普没有连任的话 就有细唱 对那你这个 你这不知道啊 而且这个 这就不晓得 那这要等到 11月3号之后 是 对 才 不过 多提 不过他这个就是 现在九名嘛 他就要变十一名 对对对对对对 就说川普真的是 也是很 这很好命的 竟然能够有机会呢 提到第三名的法官 是非常少 是非常少 对这个美国总统 有人呢当了八年呢 一个也没提到 而且这么烂一个人 会提三个 这天理 这没有办法 他们马上呢 这个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辩论呢 就要登场了嘛 是 9月26嘛 是不是 好像是 好像是16号就要登场了 就是说 对 有没有可能呢 在这场这个 辩论的时候呢 这个一天到晚望东望西的 这个拜登竟然能够 表现正常 真是令人觉得 等券心惊啊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拜登的幕僚 也知道拜登的缺点跟弱势在哪里 他一定会想出一个 一个一个 让拜登这个能够毙掉这种 这种这种烈士的技巧 好 就不知道啊 对啊 因为你 第一个是自嘲 我觉得可能会让 你记忆力 你记忆力 如果是真的是像这个 拜登在 其他的场合 场合是表现那样 破碎到这个地步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难救 他们有些人讲说 你看拜登 他在这个民主党的大会上面 表现不是很好吗 他那个是有读稿机的吧 辩论的时候没有读稿机 不是他在某些民主党大会 对啊 对啊 当然 民主党大会 民主党大会 那个有读稿机啊 那个怎么能够算准呢 对对对 对啊 那个等到辩论的时候没有读稿机 然后那个川普呢 又是什么事情 什么话又都敢讲的人 就是流氓 对 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就秀才遇到兵 你要看到那个之前的时候 不就是上次那个 上次很瞎的那个裴玲 那电影里面不就演 他在帮他准备 呃 辩论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猜题嘛 就你会问到 背不背问到多少题 那也就是这一些 那你就就给他标准 就让他硬背 因为他很会背 对 就让他硬背 背了之后呢 那他就 可以有一个 正常的这个表现 甚至于表现还不错 但是你如果背不起来 所以这个 这是拜登最 这个我看是 这一次选举最大的挑战 他挑战不在于政界 不在于 他的选民的互动 等等等等 在于这三次 这个真的够瞎了 原来美国总统辩论 已经变成 越来越不重要 反而他 他出来变成 变成关键了 对啊 真的是很瞎 然后呢 呃 那个准确的说 准确的预测啊 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位呃 李奇曼 这个教授啊 Alan Leachman 哈 他是 他这一次呢 还是认为说 他的预估还是 川普会落选啦 拜登会当选啦 当然啦 除非有什么 很重大的 这个事情 疫苗 疫苗 对 我觉得川普也是很瞎 他一直在讲 就说什么 疫苗 什么月底 什么事 就可以送到各个地方去了 会 哪里啊 对啊 谁产的 对啊 没错啊 就是 他很多空穴来风的事情 他不管他就先讲 对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对啊 好 非常谢谢 大家的这个收听啊 今天的飞碟午餐 我们就聊到这里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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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